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一个好朋友叫吕安 这个吕安受了冤案了 就是正好司马昭这个时候就瞄在那儿 正想抓姬康的把柄 抓不住 结果吕安他的好朋友受了冤屈了 按今天的话讲他出庭作证 出庭作证被一把抓住了 判了他死刑 跟他朋友一起被斩了 姬康是个特别聪明的人 大家知道司马迁也是类似的经历 他的朋友李林 有人说他叛变了 司马迁站出来说李林不是真的叛变 他是没有办法 他为朋友说句话 司马迁大家看到史记就知道 这个人什么不懂 天上地下的事情 人间的事情 道理也好 宗教也好 仁义也好 他什么不懂 他什么都懂 他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理解吗 就是说他在这种情况下 他不是说 看着有难 不要说是父母 就朋友有难 他不是看着不管 他就说 怎么办呢 这个事摊到我头上 该我说我得说 所以他就死了 他就被斩了 文艺多是怎么死的 你们知道吗 文艺多 李公仆先生是他的好朋友 李公仆被暗杀的时候 人们就跟文艺多讲 这个地下组织跟文艺多讲 你快跑 下一个黑名单上就是你 他能跑 他为什么没跑呢 因为要参加李公仆的追悼会 人家说 哎呀 你别去了 他说我的朋友都冤死了 我怎么能不去参加追悼会呢 他就去了 去了以后 人家跟他讲 你千万别说话哦 底下特务拿着枪瞄着你哦 你千万别说话哦 他说好不说 结果李公仆的妻子就在台子上就念导词 念导词的时候底下一些流氓 那些特务就在那里起哄 吹口哨 这个时候文艺多先生看不下去了 站出来说 你们 有种的站出来 我们前脚踏出去 后脚就不回来 就这样 他一出门 特务就把他暗杀了 就是他不想这样 可是不得不这样 走到这一步了 为什么 因为这是人之常情 是不是 你朋友落难了 他的追悼会你不去 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 人之常情 文艺多先生去了 结果好朋友的遗孀在这里念导词 有流氓起哄 你说是个男人 是个男子汉 他总是要制止这样的邪恶的行为 他就制止了 结果他的命就打进去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看 这个艺术不是人类的最高境界 罗丹就是这个艺术家罗丹 法国的雕塑家罗丹 他有作品在上海世博会 你们有空去看看 罗丹在他的遗嘱当中有一句话 他说 真正的艺术是忽视艺术的 真理的胜利是决然的 什么叫真正的艺术是忽视艺术的 我认为这句话 傅聪先生就没有理解 如果他理解了的话 他就不会做这样的行为 就是他是一个艺术至上的人 艺术至上的人的艺术 一定是二流的 因为真正的艺术是忽视艺术 还有比艺术更高的东西 就像尼采先生讲 他说真正的诗人 是那些恥于做诗人的人 就没办法当个诗人 这没出息 他就当好诗人了 我是一个诗人 这种人不行 就是别的事情做不了 只好沦落红尘 像宝玉那样 他觉得很丢人的这样子 沦落到这一步 他想去补天 怎么报个无门 这样的人才能写得好作品 而不是说 看我的钢琴弹的 你们阳春白雪 曲高和寡 你们都不懂 你们还鼓掌 真实的 跟对牛弹琴 这种人 他的音乐是二流的 这个我负责任的这么说 因为我在这里不是针对人 而是针对一个 我对艺术的理解 这里我来跟大家讲一个 还是希腊神话的故事 希腊神话当中 我意识到一个很重要的故事 没有忘了跟大家讲 就是这个 俄尔普斯的故事 我先跟大家讲 这个哈德斯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闽王 哈迪斯 我把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跟大家讲 我最后要谈到艺术 是怎么一回事情 宙斯有三个兄弟 就是玉皇大帝最高统治者 宙斯 希腊神话当中的宙斯 有三兄弟 一个是宙斯 一个是哈迪斯 还有一个是波赛东 三个人呢 推翻了他们的父亲 宙斯带领他的兄弟姐妹 推翻了他们残暴的父亲 他们残暴的父亲 把他前面几个兄弟姐妹 都吃到肚子里去了 结果宙斯领兵造反 打败了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 把这个孩子都吐出来了 然后他跟他的三个兄弟分这个世界 三个人抽签 结果宙斯抽到上上签 管天 他是天地 就是天上他是大王 结果呢 其次的签就是波赛东抽到了 管海洋 因为希腊周围都是海 海神波赛东 结果下下签被哈迪斯抽到了 不是管地 是管地狱 就管这个民府 就是阎王爷 按今天的中国话讲 就阎王爷 就是哈迪斯 向哈迪斯挑战的人 没有几个 但是有一个算一个 都是好样的 我跟大家讲 就向哈迪斯挑战 所谓向哈迪斯挑战 就是向死亡挑战 因为世人都怕死 谁敢跟死亡较劲 死神 阎王爷是最厉害的 他把你夺走了 你谁也别说什么了 但是有人向阎王爷挑战 我先讲一个过渡的人 叫西西福斯 大家知道西西福斯的神话 西西福斯是个什么人呢 很聪明的一个人 他老了快要死了 他就使了个计谋 使了个什么计谋呢 他就跑去 渡过闽河 他死了以后 哈迪斯就把他收了 收了以后 他想返回阳间来 怎么办呢 他就渡过了闽河 来到了地狱当中 来到地狱当中 他就说找这个哈迪斯说情 还不如找他的妻子说情 他的妻子就是 斯农神的女儿帕尔塞弗涅 他也就是抢了斯农神的女儿 所以这个才有了四季 春夏秋冬 因为斯农神的女儿 离开了斯农神 斯农神德默特尔没有心思掌管农业了 所以才有冬天和秋天 他跟这个帕尔塞弗涅讲 我死了以后 我老婆都不埋我 因为古希腊很注重 掩埋人的尸体 一个人死了以后 没有人埋他 亲人不埋他 这是大逆不道的 他就跟这个哈迪斯的妻子说 我回去跟他算账 我死了以后他都不买我 我这个老婆太不像话 我要回去找他算账 这个哈迪斯的妻子一想 是啊 你这个老婆是不能这么便宜他 你回去吧 回去叫醒叫醒他 好 他聪明得很 他回去了 一回去就不来了 不来了以后 哈迪斯威力无边 最后把他抓回来了 敢骗我哈迪斯 这还得了 骗到我死神头上来了 罚他 怎么样呢 罚他推一个大石头 一个滚烫的大石球 比他身体大很多倍 从一个地狱当中 很低很低的一个血泊 推推推推上去 一早起来就推 从最低处 推推推推 推到高山顶上 然后推到筋疲力尽的时候 红彤彤这个石头就滚下来了 第二天早上再推 推到停 再滚下来 西西伏斯永远就受这个折磨 这个神话很深刻的 法国哲学家密尔赛 专门把这个西西伏斯的神话拿来说 就人类啊 有的时候啊 都是白忙 徒劳无益的忙 是周而复始的 西西伏斯的故事是这样的 他还是一个 以其人制到还之其人制 怎么说 他骗 他用计谋来跟死神作战 这是一种方式 结果被死神战胜了 还有一个人 一个艺术家 叫俄尔普斯 是个诗人 是个弹竖琴的一个音乐家 比傅僧弹的好 他弹的 就是谁听的迷倒 人呀 动物啊 连冥王啊 这个地狱里面的那个 看门的那个三头犬啊 都受不了他肃情的这种 抒情和悲伤 都都感动 却说这个俄尔普斯呢 有一个恋人 非常的相爱 有一天这个恋人啊 就在摘果子 大家看希腊神话 所有的美少女啊 一采花 一摘果子就完了 就有魔鬼啊 就有什么 就被劫持了 他在摘果子 结果一下子 来了一个撒旦 魔鬼来了 魔鬼要占有他 他就吓坏了 他就跑 跑着跑着摔倒了 一条毒蛇把他咬死 咬死了以后 这个俄尔普斯 非常的悲伤 没有办法 他的恋人死了 他的新婚妻子 他过不去 怎么都过不去 过不去 他就发狠 我要地狱里 就把你找回来 凭什么 凭我的一把竖琴 他就下地狱去找了 赶天动地的 他就找了 开始 他是个活人 他没有死 他就管渡河的 就是从彼岸渡到此岸 就是从深渡到死的 管百渡的这个人 叫卡龙 上船就给他弹琴 卡龙啊 我给你弹一个起子 你带我去 名府吧 我要找我的爱人 卡龙一听 哎呀太美了 去吧 带你去 去了以后 一进地狱 就见到这个 看门狗 三个头的恶狗 这个特别有名的 一个恶群 这个英雄都要杀他 或者是惩罚他 俄尔普斯没别的武器 弹竖琴 把恶狗也感动了 恶狗说 你进去吧 我不咬你了 你进去吧 他就这么弹着竖琴 最后把哈德斯也感动了 冥王啊 都是所有的灵魂在他这里 就是他是第一的 他是阎王爷啊 他把阎王爷感动得落泪了 哎呀 这么美的音乐 怎么办呢 你那么想念你的妻子 回去吧 你把你妻子带走吧 但是有一个条件 你听好了 我就是跟你讲的 有个什么条件呢 就是说 这个 你的妻子跟在你后面走 你必须要走出地狱 没有人送你 你自己走出去 道路漫长奸行 你走出去 你的妻子跟在你后面 你不能回头看他 你必须要走出去 你不能回头看他 他就跟着你走出去 俄尔普斯说 好 他历尽千辛万苦 走啊 走啊 走到还差一步 就要摆脱地狱 到人间的时候 他忍不住回头看看 我的妻子到底 有没有跟着我呀 怀疑了 回头一看 他的妻子在那 跟着他 他这一回头 违约了 哈德斯一把把他妻子抓回去 再也不放了 他妻子从此阴阳两个 他来到了人间 就向人间讲述悲伤的故事 因为地狱是什么样 谁都不知道 只有俄尔普斯去走了一趟 走了一趟 他写成了诗歌 他谱成了曲子 谭塑琴呢 他就告诉人们 地狱是什么样 我在地狱里经历了什么事情 我刚才为什么说跟你讲呢 这个有个同学 一个优秀青年 上次说是听了我的课 本来没有勇气的 有勇气 找了一个心上人 认识了 但是我预言 我不是说我祝福你们 但是我预言 最后就是说要分开 而且分开的原因呢 是互相的怀疑 彼此的怀疑 我不是讲这个 我在讲俄尔普斯的故事 真的 最特别相爱的人 特别美好的爱情 不是讲你啊 对不起 人间啊 都是这样 特别相爱的人 特别美好的爱情 就容易彼此产生怀疑 什么时候 不要说是 多少人去追求他 像这个 奥德修斯的妻子 多少人追求他 连冥王在后面 也不在话下 前提是什么 你要相信 相信自己 相信你的爱人 在后面分争 谁要是回头 谁就失去了爱人 谁要是不回头 有信心往前走 他肯定跟着我 他怎么能不跟着我呢 我走的是康庄大道 我走的是幸福的道路 我走的是通往真理的道路 追求真理的道路 谁不跟着我谁倒霉 跟着我的人就会幸福 永远都不要回头 这样 他就跟着你了 我的预言就失败了 但是你要在心里面产生怀疑 就完了 就完了 这也是我个人的人生体会 人生体会 就是这样 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 从前 我的新婚妻子到了美国了 有个朋友跟我打赌 我一句话讲完 他说你的妻子是回不来 在喝酒的时候 他说他去美国了 我说他问我 去哪儿了 我去美国了 干嘛呢 读书去了 去多久啊 我说先读五年 然后再说 他说你在这儿干嘛呢 我说我写诗啊 他说 肯定不行了 你妻子肯定回不来了 我说不可能 我说不可能 我一分一秒也没有怀疑过 后来他就回来了 这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不回来呢 如果我说 你今天跟谁在一起啊 你是不是很孤独啊 有人来照顾你啊 没有这个念头 真没有这个念头 所以我就写诗 哎呀 我说我这个诗写得好啊 你还不回来看看啊 那汉语 汉语这么优美啊 我们的孩子将来要讲汉语啊 不能在美国待着 就回来了 这是真事啊 我不是开玩笑的 但是这个不值得夸 因为这是我个人的事 我就不想多讲了 我告诉大家 艺术不是最高的境界 艺术不是最高的境界 最高的境界是爱 是拯救 当然一个更厉害的人 哈德斯在这个人面前 小玩闹 什么人呢 就是耶稣 耶稣一去 把地狱的门打开了 所有的灵魂放出去 自由了 耶稣 这个哈德斯啊 他觉得自己厉害 他一不小心把耶稣收进去 完蛋了 耶稣复活了以后 把所有的灵魂都放出去了 把地狱打碎了 这就是圣经当中 启示录的内容 圣经启示录就讲 末日审判的时候 地狱的门被打开了 哈德斯自己被打入了地狱 灵魂得救了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 面对死亡 有很多种挑战的方式 其有计谋 有艺术 俄尔普斯的竖琴 有信仰 最强大的最后是耶稣基督 是信仰战胜了 这个哈德斯 所以我就在想 人们怎么样 我们回到这个话题 怎么样子走向内心 我们讲一个小故事 我们不要把这个事讲大了 把一些大的概念 落到一个具体的一个故事上 就生动 这里我们随便再举例子来讲 文学就是讲人心 讲人心 人们内心的一些感受 用很不经意的一个 小事情讲出来 大家看鲁迅的作品 为什么这么伟大 我们抛一他的秘密 鲁迅有两个小 小小的故事和两个小细节 如果没有这两个小细节 我觉得鲁迅都成不了鲁迅 我夸张一点讲 这两个小细节 我跟大家讲是什么 我自己的体会 一个就是一件小事 他坐三轮车 是吧 一个车夫 不小心把一个老太太碰倒了 那个人好像也不是碰倒的 自己倒了 结果他说 赶紧走嘛 别理他了 这个车夫回过身来 把这个老太太扶起来 他当时就觉得 车夫的背影 在他眼前高大起来 而挤出他皮袍下的那个小来 也就是一个知识分子 在一个真正的劳动人民面前 他感到了自己的渺小 所以鲁迅伟大 他在一个车夫的背影面前 他惭愧了 他忏悔了 有人说鲁迅太冷漠了 太冷血了 动不动就跟人较劲了 不是这样 鲁迅恨的是那些 道貌爱人的伪君子 学者文人 小叫什么 帮闲的帮忙的 但是鲁迅 血是热的 温暖的 我以我血 见轩缘 他最后 他是同情这些受苦的人 尤其在这个车夫面前 我们看到很多人 没有这回事情 五四时候 是吧 有一些人都是觉得 自己聪明的不得了 我们看看这些人 什么钱宗书 梁石秋 这些灵语堂 没有这回事情 没有哪回事情呢 没有忏悔 没有在一个什么人 或者什么事情面前 忏悔 因为每个人心里面 都有一份渺小 都有一份阴影 一片阴影 一些软弱的地方 你没有勇气忏悔 说明你这个人不够大 可是鲁迅忏悔了 这件小事 大是大事 所以文学 就是内心深处的 这样的小事 就是大事 我再举个例子 就是 鲁迅这不是一个小伙伴 叫润土 是吧 他那个故乡 就是一个反常 一方面写 故乡那么美啊 金黄的圆月 然后这个润土啊 这么聪明啊 拿着这个叉 在这个田里面 补那个 补说什么来着 欢 是吧 那么聪明 那么 那么 灵力 这么强的一个小伙子 最后 满脸苍苍 叫他一声 老爷 是吧 这个老爷 那个愚昧的 浑浊的眼光 那个疲惫的 被生活击垮的润土 叫他老爷 和那个 童年时期的 那么 欢奔乱跳 那么有身机 那么灵力的 强大的 强壮的一个孩子 相对比 这就是一个 小事情 反映了什么样 整个的 中国的社会 等级制度 反映的人与人心 反映的乡村与城市 一切都在里面了 他不讲大道理 讲一个小故事 理解吗 就是这些小的细节 我们要 有些什么人离文学近呢 很多道理 我给你讲不清楚 我给你讲个故事 这种人就靠近文学 有些人离文学近书 也许是 有些人离文学近书 这种人离文学近书 这种人离文学近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